你们应在主内常常欢乐 我再说一次 你们应当欢乐 因为主已临近了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主 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私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同志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能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和基督的诞辰 求你使我们满怀喜乐 因为他即将带来丰富的救恩 并使我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 隆重地庆祝他的来临 祂是天主 和你其圣神永生永王 阿们 阿们 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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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以色列的君王与你同在 你再不会遇见灾难 那一天 人便对耶路三人说 西游 西游 你不要害怕 不要手朗 你的天主 上主与你同在 他是一位失旧的勇士 他便因你而喜不自圣 对你重温他的爱情 他要因为你而喜乐歌唱 好像欢度庆节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以色列的圣者 在你们中间何其伟大 你们要高声欢唱 以色列的圣者 在你们中间何其伟大 你们要高声欢唱 的确 圣主是我的救援 我依靠他 绝不恐惧不安 因为圣主是我的力量 我的救主 我要歌颂他 你们要从聚恩的泉源中 兴高采烈的集水 以色列的圣者 在你们中间何其伟大 你们要高声欢唱 请你们称颂善主 呼求他的圣名 将他的作为传报给万民 称颂他崇高的名号 以色列的圣者 在你们中间何其伟大 你们要高声欢唱 请你们歌颂上主 因为他做了显赫的事 请把这事变传天下 以色列的圣者 在你们中间何其伟大 信用的居民 你们要高声欢唱 以色列的圣者 在你们中间何其伟大 你们要高声欢唱 公读圣保路诸图 自菲尼国人书 弟兄们 你们要在主内常常喜乐 我再说一次 你们要喜乐 要使主能知道你们的宽厚 主已经临近了 你们什么也不要挂念 只是在一切事上 怀着感谢的心情 借着恳求和祈祷 向天主陈述你们的需要 这样 天主那超过我们理解的平安 必要在基督耶稣内 固守你们的心思意念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上主的神您到我身上 派遣我向诚苦的人传报喜信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主生路加福音 主愿欢迎归 那时候群众为若翰说 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 他回答说 有两件衣服的 要分一件跟那没有的 有食物的也该照样做 有税务员也来受洗 问他说 老师我们该做什么呢 他对他们说 除了规定了以外 你们不要多征收 有些军人也问他说 我们该做什么呢 他对他们说 不要勒索 也不要敲诈 对你们的良想 应当知足 那时 人民都在期待着墨西亚 所以人人心中都在猜想 若翰或许就是墨西亚 若翰别对众人说道 我这是用水 我这是用水洗你们 但是有一位能力 比我大的要来 我就是给他借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神和火洗你们 他手中拉着锅起 要扬进卖场 把卖子收在仓库里 把康比丢在不免的火里分烧 他还讲了许多别的劝言 向民众传报喜讯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领 各位教友 今天是将领期的第三个主日 是喜乐主日 我们知道 以色列子民 他们期待着墨西亚的到来 期待了四千年 他们始终感觉到 人是有限的 人是有罪的 人是有死的 但是呢 都有一个求知 求善 求生的这么一个欲望 而且他们始终都 期待着墨西亚来临了 拯救他们 脱离罗马的统治 建立达威王朝 恢复达威王朝 使他们能够殃眉吐气 但是呢 他们越是等 发现自己越困惑 发现自己越陷入罪恶了 发现自己越恐惧不安 一代一代的就这样过去 所以以色列子民呢 他们始终期待着天主要拯救他们 因为他们这种期待 不是拼空想象 而是古代的先知 就已经预言 墨西亚一定会来到 墨西亚来了之后呢 他们就会喜乐地 能够胜利地 而且是能够成为光荣的民族 他们始终盼望着 其实他们所盼望着呢 是他们肉身的墨西亚 能拯救他们的肉身 拯救他们的国家 拯救他们的民族的这么一个 赫赫威眼气的高头大马的墨西亚 但是真正的墨西亚来到了 那么天主看到人类如此的困惑 看到了人类如此的有罪有死 他又是全能全知全美上天主 他不会不管了 他看到我们人类如此的愚蠢 如此的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罪恶世界里 他不会袖出旁观了 所以他来了 就是耶稣基督啊 所以今天称之为喜乐主日 为什么我们喜乐呢 就是因为墨西亚将要来到 所以以撒尼亚先生在公元前的时候 就看到了预言了墨西亚要来的时候 所以要喜乐的场景啊 他说我要万分喜乐以上 我的心灵要欢愿于我的天主 因为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 给我披上一等的外衣 使我有如头戴花冠的新郎 又如佩戴珍珠的新娘 所以以撒尼亚先知啊 看到墨西亚来临的时候 他预言到墨西亚将来临的时候的喜乐 他内心得充满了喜乐 那么两千年前的玛利亚 玛利亚 圣徒玛利亚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 我的心神欢愿于天主 我的救主 他也欢愿他也高兴啊 这个高兴和喜乐 并不是因为他中了彩票了 也不是因为他发财了 而是因为他知道墨西亚要来到 那么以撒伯尔 你听到玛利亚请安 太尔将在他府中欢愿 这是若哈 像若哈在以撒伯尔的府中的时候 就开始欢愿因为他遇见了墨西亚呀 你说他怎么遇见墨西亚 是因为圣母玛利亚在府中有小耶稣 就是墨西亚 那么他还在母府中就欢愿呀 若哈就欢愿 圣保罗宗徒在菲迪伯书上也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在主内常常喜乐 他说我再说一次 很强调地说你们要喜乐 所以圣保罗宗徒让我们喜乐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 当时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 反而他说你们要喜乐呢 因为我们有救恩 因为墨西亚来到 所以我们要喜乐 我们的这个喜乐并不是建立在物质的世界 我们的喜乐也并不是建立在外子的环境 我们的喜乐是内在那儿 几时外子的环境在监狱中 外子的环境在痛苦中 外子的环境在不顺的当中 我们仍然要喜乐 因为这是天主给我们的旨意 所以圣保罗宗徒也说 永长欢乐不断祈祷 事事感谢 他把永长欢乐放在第一位呀 因为这是天主的一所基督内对你们所有的旨意呀 我们的这个欢乐是建立在墨西亚就来到这个基础之上 那么我们喜乐的原因是天主来找我们了 他让我们的瞎子看见 哑巴说话 贪子站起来 却子行走 遍水为酒 死人复活 耶稣基督来无尊去无眼 来由童童女所生 死后没有留下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的圣洛洛宣讲的时候的话呢 问这些百姓 这些百姓问他说 有些群众问他说 这个老百姓是别人所看不起的 是被官员所欺负的 是欺压寡妇的家产的这些人 这些百姓 那么犹太人的经社和法利塞人呢 就把这个法律天主的诫命捆了好 大捆的捆好 放在百姓肩上 那么这个百姓却没有能力去反抗 所以这些百姓的话呢 他们来问若翰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那么若翰说 有两件衣服的 要分一件给他没有的 有食物的也该照样做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啊 你有没有发现 你真的当你施舍的时候 当你分享的时候 当你包住人的时候 谁都没看到你 你内心当中美滋滋的 为什么呢 这就是从天主而来的喜乐呀 当你做了件坏事的时候 任何人都没看到你 你心里忐忑不安 忐忑不安 晚上睡不了觉 为什么 因为你的良心在困惑你呀 所以若翰告诉这些 普通的群众说 你们也要去施舍 你们也要去帮助人 那么这里呢 还有税吏 这个税吏呀 是替罗马人收税的人 被犹太人认为是罪人的人 他们也来问这个若翰说 我们该做什么呢 那么若翰说 出来规定的一万年 不可多征收啊 这个税吏呀 都是欺压百姓的 都收税的 这个圣经上提到 马都是个税吏 这个砸凯是个税吏长 这个收税的头 这些人来讲呢 当是罗马的 给他们的权利 所以他们欺压犹太人 但若翰就告诉他们 你们不要多收 不要欺压百姓 那么 还有这个军人 也来问他说 我们该做什么 这个军人呢 问他们说 该做什么 他说不要勒索 也不要敲诈 对你们的良想 也能知足 所以 在这里啊 若翰都给了 这些人回应 若翰没有以自己的标准 要求他们 若翰呢 也没有要求他们 去都去做私地 或者都去读书 或者不要去当天了 没有 若翰要求他们 从现实生活中去准备啊 那么很多的时候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懂认为说 天主让我们 奉献上我们的生命给他 当中活进献给他 是不是让我们都去做神父 主教修士修女呢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在我们的本职工作上 我们照样可以去光荣天主 我们照样可以去做奉献 我们照样可以去服务人群 若翰也没有要求他们 离开自己现实的生活 而是让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 去光荣天主 所以若翰告诉我们 他自己不是墨西亚 他自己呢 给墨西亚其携带都不配 当时若翰呢 已经明镇四方 家喻呼啸 当时的人都听到了 这个空业中的呼声 这是若翰说啊 他是空业中的呼声 他都已经是明镇天下了 当时犹太人都认为 他就是要来到墨西亚呀 因为他讲话给别人不一样 他就是一位美大的先知啊 有些人推理 这就是那个墨西亚 圣若翰确实是由天主派遣来的 圣经上若王都督告诉我们说 才有一个人名叫若翰 是从天主那里派遣来的 所以呢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只有若翰是直接从天主那里派来的 这个人来就是为作证 为给光作证 就是为给墨西亚作证啊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内心当中 都应该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啊 耶稣基督来 并不是给我们法上家法律上加利 并不是让我们搞得我们穷崩潦倒 或者是说沉重的十字架让我们背着 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今生受苦来时降服 其实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 而是耶稣基督来时让我们将来降服进入天国 今生也降服今生也喜乐 是我们提前已经分享天国的喜乐的 所以保罗都说已经常欢乐 保罗都没有说到你死了才欢乐 而是说此时此刻 无论你处于什么环境 无论你处于什么困苦当中 无论你处于什么忧虑当中 无论你处于什么疾病当中 你都应该喜乐 因为墨西亚来到了 因为天主来到我们中间要救赎我们了 因为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走向天国了 所以我们应该喜乐呀 所以通过这个喜乐主日让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人 喜乐 这两个字连到一起 只有我们教育才说 我们社会上都说快乐 但是说喜悦 但是我们教育才说喜乐 这个喜乐来讲是来自于内心 来自于基督给我们的 很多人都感觉到说 哎呀 如果有个大房子就喜乐了 有一天有了 说我有一二一年我就发现了 有一天有了 说我能够生过发财就好了 也有了 如果你说我事业成功就好了 你事业也成功了 但是发现那次他们正常不喜乐 为什么 因为这个物质的东西呀 不能够满足你心了 心的那个深渊吧 你的心只有墨西亚天主子 天主给满足你 所以我们的喜乐并不在一块的环境 出去教会呀 他们放在豆腐厂当中 那个狮子要吃了他们了 他们去唱着圣语 赞了天主 离开这个世界 那么他们的喜乐来自哪里 来自于耶稣基督 他们的喜乐来自于天主啊 所以圣诞节即将到来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并不是让我们 只是通过礼的 只是一年一年的重复 来怀念祂的诞生 而是耶稣基督 借着这个圣诞节这个礼 重新降临到我们人间啊 降临到我们心中啊 所以我们每一个教育 都要因为摩西亚的来到 而充满着喜乐 喜喜乐乐的 超高兴兴的来过我们的生活 能赞美天主 阿们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祂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无生子 祂在万世之前 有圣父所生 祂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祂是圣父所生 而为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祂而造成的 祂为了我们的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祂因圣神 由同真满一样取得乐趣 而成为人 祂在单选毕拉多执政时 为我们围定在十字架上 圣诞和北埋葬 祂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祂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祂还要光明的将来 审安生者死者 祂的神国万世无疆 我信圣神 祂是主居赋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共发 祂和圣父圣子 同手亲宠 同向光荣 祂曾经先知们发言 我信为一职圣至宫 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社会的圣子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祭来世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主耶稣曾取尊旧悲 将来人间 向穷人宣报福音 至于破碎的心灵 我们在此尘世 恳切祈求他 再度来临神兴善 拯救他生活的痛苦穷困入的人们 请为普世教会祈祷 求主保佑教会 使教会时常充满圣神的德人 教导那些在里面的子民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全敌称职人员祈祷 求主赐予他们圣德 并使他们都能以美好的宣讲 吸引更多的人 唯一天主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众教友祈祷 全能的天主 求祢坚定我们的信德 亦步亦驱跟随主 良善心迁 见证福音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我们自己祈祷 求主使我们都能以祈祷准备自己 在祝主耶稣来临时 保持身心的纯洁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全能永恒的天主 祢愿意拯救所有的人 不愿任何人丧亡 求你抚听你子民的祈祷 使世界遵守你的秩序 涌向太平 使你的教会 欢心而自由地侍奉你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地主基督 阿们 上主 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老婆的果实 麦麦饼呈献给你 神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有受赞美 上主 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老婆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有受赞美 各位教友 请你们祈祷 我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我上主 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 给光荣他的生命 也为我们和他 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天主我们向你奉上真诚的礼品 求你悦纳 使我们履行你圣子 要我们献祭的命令 并能获得你所赐予的救恩 以上所求时刻我们的地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亲居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你所当难的 主圣父 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地主基督 我们实施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你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先知们所预言的基督 通知圣母以无比的慈爱 回遇了他 若汉报告了他的来临 并指出他一在人间 基督使我们准备 庆祝他诞生的奥基 正是要我们轻心祈祷 欢越赞颂 以期待他的再度来临 因此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祝圣 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上主 欢迎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影响 奉上主你而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影响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灵 你是一切圣灵的根源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 本周的第一天 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 你以高举他 使他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 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设身圣灾时 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的与傲基 基督我们 惨悲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 上主因此我们 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脸 救恩之杯 感谢你使我们 得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 多么以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去完善 求你也垂念 怀疗父母的希望 而然系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垂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以天主之路 同仁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诸圣宗徒 以既你说 喜爱的利 带圣人圣女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借得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压你 全能地天都圣佛 一切租金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会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其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成熟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明受信仰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唤醒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日落的施量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的依恙 不要让我们心诱惑 但救我们明明生恶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扑扰着获得安全 使我们千万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无知全微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才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是教会的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呼助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眠是罪者 蒙昭来父圣宴的人 是有福利 主我当父亲 请领导救命 只要我们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你们要高声及呼 落落微小的 坚强起来 不要害怕 请看我们的天主 就要来拯救我们 阿们 阿们 准备 坐下 手 请大家祈祷。天主求你广世慈安,使我们所领受的神粮,能补偿自己的过患,以供应即将来临的庆节。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地主基督。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 彌撒礼程。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